在三越越高水越来越深的台湾 星海争霸界中 今天我们的人类选手到底 能不能够拿到首胜的会观众 收看2014年到2015年 超级联赛星海争霸2的项目 我是今天的主播久闷翁俊明 那在我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专业赛品阿法梁哲凤 阿法你好 久闷也是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法 对那今天的最练组合是相当不错 三个四个选手三个种族都出现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目前的战绩 在A组的部分 AK是2胜0败 CHECK 2胜1败 Daisy 1胜0败 REX 1胜1败 Vanilla 0胜2败 CHITOS 0胜3败 要加油囉 B组的部分 Yan是2胜0败 SLAM是2胜1败 HS是1胜1败 SAN是1胜1败 Ruin是0胜1败 而FIST則是0胜2败 对那其实今天要观众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的人类选手 Vanilla能不能够开胡 他今天要对上华与Spider的CHITOS CHITOS其实也是需要加加油 因为他也还没有开胡 对两位选手 总之今天有人又会开胡啦 对不知道是谁 可以说是如主之争 对压力都蛮大 我相信都蛮大 因为这两位选手相较之下 跟其他选手比的这个职业的经验 可能不是那么的丰富 没有错 而且年纪都还蛮轻的 好的第一张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选择的地图是Merry Go Run 环形乐园 没有错 这是一张三人点位的地图 对 那今天的星陰海真霸项目的时间比较晚一点 包括前面我们今天临时有一个全运会的一个转播 那前面大家如果有看SF项目的话 今天是打得蛮精彩打好久 对 好那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两位选手 两位选手还需要再做一些准备 那稍后之后我们才会再开始 那这两位选手其实最近其多表现还蛮不错的 他在雷锋杯有没有 他是以2比0击败了我们以前常说的神族大法师 邱雅 你还记得这位选手吗 我还记得 但他还在 对对对 他现在因为他 如果各位观众不知道他是谁的话 他是以前一位韩国很有名的 而且非常有创意的位选手 对对对对 相当多打法的一个始祖 对 后来他就转型变成教练 教练 但其实实力是非常厉害的 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有趣喔 对然后 能够在雷锋杯上以2比0击败 这位我们俗称的神族大法师 肯定是有相当大的实力 而且我发现其实Varina跟奇多 他们其实 这个 以职业生涯以来 好像只有正式交手过一次 对 对他们目前 因为毕竟他们本身 双方职业的 其实打的场次就没有很多 对 对那彼此交手次数也 不多的一个情况下 这边双方 要看一下待会的表现 来看是否谁能够 对对方的一个打法 比较可以掌握 对啊 奇多哥Varina好像只有 在这一届资格赛是有交手过 然后当时奇多是以2比0几败呢 Varina 哇这一次的升降赛 Varina是全部都从左看 她都打过一轮啊 对啊 对啊 看看我们这次 有没有办法复仇成功啊 对那 可以持续的关注 因为毕竟Varina 是我们目前全联盟 唯一一位人类选手 所以我想大家对她的打法 还有她的一个拿手的空头 还是会比较关注的 那在这边比赛开始 要请阿爸为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点位 好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虫族选手 这位是来自Spider战队的奇多选手 Cheetos 他在左边 红色的人类选手呢 则是来自于友谊闪电狼战队的Vanilla 对虫族地图是环形乐园 那这前面阿爸也为我们介绍过 这是一个三人点位的地图 没有错 那以这个点位来说 其实右边点位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利 对虫族来说 虫族的三框大概就只能 往他的三角形点位开 就不能往侧边去开 如果是在下面点位的话 如果人类是在六点钟这个方向的话 其实虫族是可以考虑 往远点那个地方开的 就是往十二点那个方向开三框 这是一个优势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一张图对于虫族有不有利 第一个重点就在于 这个图虫族的三框好不好开 没有错 因为虫族真的不开三框太难打了 对 虫族基本上默认是三开 在许多种的组合当中 那当然也有一些 他耳机比较少啦 除非是被对方快攻所导致 要他双框先防守 不然非常多的时候 虫族几乎都是一个三开的 对阿 所以其实虫族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去过渡到我的三框开起 然后运作起来 那其他种族的重点就反而变成说 那我要怎么样在你三框开 或是组终到你三框开 或是说你开了以后 我要阻挡你去把工兵补起来 对 就是通常我们在整个大局的方向 我们会选择的一些重点 对我想不管是神族或是人类 在面对虫族的时候 第一个课题就是要如何去阻止虫族 三框开得过于顺利 或是前期一家想法去压制虫族的一个经济 怎么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的Cheetos 狗池开之后放下二框 对 选择稳一点 不想要被死神闹得比较惨 那 因为不出狗的话 一开始不出狗 还就是要拉公兵吧 比较麻烦 对 Vanina这边的确是单兵 也先出了一只死神 那同一时间的拉一只农民 就是说侦查这边 Vanina的运气还OK 第一个点位 可以看到红色的第一个点位 就是往 虫族家中走过去了 没有错 六条狗 这有点多 你真的有点多 这个 这是压二框的狗 没有错 这个一定要过来压你二框 就是不想要让你二框也顺利开起来 这六条狗如果不压着那二框 就有点小亏 稍微亏一点 因为通常虫族大部分 如果你不去压制大概就两条到四条 没有错 好 我们今天要问一下这边也是 先侦查一下 看到你的开局方式 那就懂了 看他能不能发现对方是六条狗 对就是压这个二框 这个是想办法逼迫你 先把农民硬咬一咬 然后逼过你 就死神看到了 对 这时候要拖时间啦 这边就是人类想办法拖一时间喔 甩 没有错 因为他在这边把狗拖住的时候 他家里面的第二只死神 或是他后续要采上兵 他马上就会再出来了 对 好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在侦查上面 人类还是占了一点小便宜 因为他死神第一时间是遇到了这个狗 导致狗的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去压人类的二框 反正在这边也可以 死神也可以在这边稍作喘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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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甩 甩妈妈 这有点可惜喔 因为甩妈妈其实意义比较不大 因为妈妈也会回血啦 对 那你甩又甩不死他 对 真的你要甩死他我看真的是 他摆明在那边H柱不动到你甩 对 你H柱不动他搞不好还打得到你了 对啊 这个射程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真的要甩的话要大概好多只啦 至少三只啦 你没有三只你甩妈妈跟妈妈 轮流那边动 对对对 哇这边已经有两只妈妈了 当然就没办法了 看有没有机会绕上去侦查一下 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重组狗树在提咯 嗯 这边双框这样 其实感觉Citos打也是一个并不是那么经济 但是压制力还是相对不错的一个重组的开局 对 Citos这边 应该说伴侣这边是要全 准备要出死神了 火车好像死神烧好压制 这边要 他抓那个 抓王蟲 要空头 这只王蟲 抓王蟲 哈哈哈哈 那个上面的橡皮 上面没有橡皮 正在生吗 没有啊 但生产列表没有橡皮 我刚刚看到他这边的位置有一只 还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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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那是超懒 对阿刚巡头跑到上面去了 抽烟还放风怎么样 对阿 那肯定看到什么美女之类的 呵呵 太空中有什么长蚵阿 可以看之类的 可能是看到长蚵阿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神龙竹也是马上是放下了三框 6分半放三框 其实并不算非常止 这边哇独豹总长放下 这个准备要来做防守 隐形女妖 这个Vanilla待会要侧动的是一个隐形女妖 要加上惡狼的一個雙線的工具 因為他對於山礦做簡單的壓制 沒有錯喔 我們這邊也可以山礦稍微操擾一下 給你壓力 對那其實因為 畢竟對建築物包括死神 還有惡狼對建築物的傷害不是那麼大啦 所以山礦給他打一下是沒關係 那這一波狗會不會上去 欸有火車那應該還好 哇這個關起來啊 這波狗可能要送了 但是他看到科技的那個 有看到女妖嗎 他沒有他剛好是看到那個科技掛件 然後看到科技掛件正在生東西 對所以他這個時候就要有些警覺 這有可能會是 有可能會是死神女妖 因為他剛剛科技掛件 科技掛件也又在動 而且是放在這個位置 對這邊我們來注意 可是他生產六百驅頭時 似乎還沒有放包子塔 對他打算先把狗爆出來 對他要先來解這六條惡狼 對對對好啊終於要生二本了嗎 對對終於生二本 有放包子了這個機率性還是不錯 這邊女妖來了 這個女妖現在來情侶這包產還沒好 對這有點慢啊 這邊在二礦來進行一個點農民啊 對這邊殺老的有點慘喔 這個其中這邊 雙線 這個二郎的水好多啊 好多好多好多 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 本地來這個雙線操作 能不能夠完美的發揮 如果能夠完美的發揮 這對於從頭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對三礦搞不好會掉 你還以為我們上一次轉播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情況有沒有 對 就是雙線然後火車死成 然後過去去壓三礦 三礦都差點壓掉啊 二郎的數量 我狗也不敢硬上 二郎這個時候反而回退了一下 這是想要專心操作女妖嗎 對對對 應該也是這個點 因為這個時間點二本美好的情況下 沒有真影 這個下面也沒有包子塔 對這個壓力非常非常大 而且其實我也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上一次看到那個 三礦沒有打下來就是因為他火子不是被吃掉 對 後來我去問 本地來反正說 他那個時候去會從家裡操作 操作其他東西 對 所以他正面這個就忘掉了 對 所以很可惜 他趕快拉回來 免得又犯同樣的情況 對 就是 這是人類 你如果你的雙線真的沒辦法 這麼好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二郎 這個時候留著這個狗 是要可能不夠來殺這些二郎 這二郎非常的多 對 而且卡住一個短腳 哎呀 狗死的好慘啊 嗯 那這邊兩隻女要也持續的 在不斷的在做肆虐 這兩隻女要在兩個不同的礦點 等於是三線 這女要回去了 對 哎唷 但是這邊已經燒了 如果這個時候給農民補一槍 哇 真是媽媽這部防守 別人會不會一個木補回來 硬燒後寵嗎 要不要繼續燒農民呢 對 不要跟媽媽硬打會比較好 對 這邊 重築被迫持續在爆狗 那 Velina這邊是雙礦三基地 已經要好了 對 哇 錫瑞這個真的是損失非常慘重 我們看到目前已經是擊殺了 九隻公兵 九隻公兵的話 其實我們看一下重築的 主要是重築他的一個 這個三礦並沒有開得非常早 所以其實這個重築的農民宿 這邊現在其實都是全力的在暴農 他的農民宿大概可不可以刷回來 對對 剛剛我看了一下 兩邊的公兵那個火車刷到完之後 剛剛好兩邊是51比51 可是51比50 這個就意味著重築其實經濟是落後的 嗯 因為人類是有礦羅 對 他有所謂的一個礦羅系統 可以用這個指揮中心主堡丟出礦羅 可以看到畫面中這個黃色之礦羅 可以快速的開採我們的經濟礦 對 而且重築一般來說 這波工兵都是要領先的 這才是正常的一個排局 我想重築不管是打神族打人類 這個想辦法要領先對手 這邊 重築驅鬥時想要走的是一個龍狗 飛塘加上提速狗 獨暴蟲的一個經典的一個打法 沒有錯 趕快趁這波騷擾已經結束的情況之下 沒有壓力趕快轉型 哦呦這一波我們看一下惡狼 來不來起反應 哦呦 這邊可以感覺 芬妮拉的反應還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給你看出來剛剛真的是瞭望台 反應真的快的人類選手是早就拉走了 沒有錯而且反應這邊是要打一個 感覺有點像要打一波的樣子哦 可以看到生鬼雷大量入戰隊 如果他要打一波 我們看一下待會重築 重築應該還是要變一點毒爆吧 哦好像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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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一波 因為他剛剛放下他的那個軍工廠之後 他其實如果火車數量夠的話 他其實是有機會去壓制 然後呢用大量的火車匣然後再去加鬼雷 然後去進行地面的壓制 其實是有機會是一波給對手 非常非常大力壓力的 對那主要是他剛剛在中間 守六王台的時候二郎還是多損失 大概三兩三台左右 而且我覺得玩家也是知道自己的優勢 在於多線的後期多線的一個操作 所以他也是說反正我三塊一開 那我就過路到後期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邊 去都是不斷在爆 哇呀全部進去了 哇呀 這個真的很可惜啊 上面還進去 真的是很熱情 這麼好客啊 門弄不關 我們看到這邊就是剛講的火車香檳壓制 但是家裡面怎麼辦啊 這邊家裡面還是要拉一點兵防守 這邊清一下重灘要回救嗎 可是步驟有點遠啊 這是打針回來的喔 這邊有一些步驟趕快回來回救 因為其實我覺得上二礦還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你能... 但是主礦這邊沒有即時關起來是比較可惜 對還是在於多線的操作 這個反應有沒有 稍微慢了一點 感覺操作有點操作不過來 對那個其實反應跟多線操作其實是分開的 因為其實反應是你要應對小地圖的狀況 多線操作是你知道你的線在哪裡 然後你去分別去操作 他在還是有不一樣的 不過還好啦人類剛剛損失也沒有到非常大 這邊其實雙方都還可以打 我們看到擊殺的農民數量目前是都差不多 目前遊戲進入到14-15分鐘的一個中期的節奏了 對雖然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那一波其實壓制其實是還滿有機會 是剛好又被蟲竹這麼漂亮的一個六狗給中斷了 那可惜的是在這幾波之後呢 人類其實優勢沒有看剛剛來了那麼大 這邊可以看到蟲竹的一個龍狗 飛躺的數量 毒暴蟲的數量 跟提速狗的數量基本上已經慢慢的要完整了 對但是人類現在這邊還有一個優勢點 在於他的攻防現在二攻二防已經快要好了 蟲竹二攻二防現在才剛生而已 哇這可能會非常關鍵 二攻二防啊 現在目前遊戲時間15分鐘 大概15分半人類的二攻防就好了 對這個時候看看Valina的這個後面的營運 能不能夠把槍兵數量撐起來 撐起來的話這一波的一個威力非常非常強大 倒數5秒這一邊人類的二攻二防要好了 二攻二防的槍兵加上少量的鬼雷醫療艇 可以說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部隊喔 對看看Valina有沒有決心要壓這一波啊 好他可能在等防 對可能在等防嗎還是想要稍微猶豫了一下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不過在猶豫下去我們可以看到蟲竹的兵力是不斷在爆出來啊 好怎麼還是出來了還是出門 這邊想要並沒有被鬼雷炸到 對對對他可能有看到那個坑有注意到那個坑 有看到 對因為其實鬼雷在地圖上是有一個小小的像豆巴的一樣的東西喔 欸沒有錯喔 好這邊不斷的哇又來 空頭開始空頭 對又開始最擅長的多線騷擾了 哇這是一個雙線空頭嗎 對這邊這波空頭被攔截掉了 有點可惜啊 嗯這波空頭送這邊的東西蠻慘 人類並沒有打到什麼東西 對我覺得那個算是蠻大的一個損失了 這非常可惜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二攻二防 充足二攻二防也是馬上就要好了 但他的移動速度也快要好 對嘗試在一點鐘做空頭 同時搭配一個正面這邊再次的雙線 我們看一下充足 欸但是這一個 哇這邊又一傳過來 可是你要跟這麼多的 爆仇啊 對還有非常也不好打 這邊一點鐘的空頭回救 喔有點可惜啊有點可惜 好像沒有打到太多 有騷擾到一些但是沒有打到太多 喔這邊是直接的 這一波空頭的速度就比較大囉 對 非常被打退 沒有錯兩傳 四況能不能點掉 喔好像這對方都來了 190方的毒爆來了 對因為毒爆出不了馬上就好了 哇這邊趕快加速落跑 哇茫茫多毒爆喔我覺得有點可惜啊 這邊打著打著重組都有攻防要好囉 對這樣優勢就不在了 應該說這幾波空頭的手動都相當不錯 對對對 這邊要稱讚一下重組選手 嗯然後我們的人類選手這邊 他的配兵組成也是一個也是一個關鍵 嗯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他有很多人口 在於地雷還有這個光頭還有火車 哇這邊過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茫莉娜這個機槍兵 哇這毒爆好多喔 對哎呦善得差強人意 欸打下來了打下來了 但是這還好後面兵補上來啊 對後面來了即時的一個救命的一個一波陸戰隊 沒有從這人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落後30喔 對有點可惜 好一看這一波兵這個氣能不能接上來 可是感覺一兩點數量沒有續起來 嗯剛剛他空頭損失的時候太多啦 對因為其實人類的一個生物 一兩點數量是非常重要 不過這邊其實打到了重組的腹地 重組這邊去都是一定要想辦法守住喔 對 所以現在還很多 毒爆從事要感覺不夠沒有接上嗎 但是在重組上作戰對人類來說也是相當不利的 哇這邊還是被守住 哇有點可惜啊 這一波可能要被守下來了嗎 龍狗 差一點點 龍狗跟人類生物部隊的正面交際還是蠻好看的 對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看齊多家里面的兵符符符符符符的上來啊 唉呦這邊人類的攻防很快喔 山光上來又要好了 對這個營運真的相當不錯 對其實我跟你講營運我覺得是不差的 沒有錯 但是看到正面最主要是兵符符正面 這個山框如果掉了充足就很尷尬 這個山框的血量大概剩三分之一 山框打得真的很緊啊 對 但是人類的部隊也不多啦 對啊 兩邊都是殘局打殘局的 這個藝雕琴絕對不能掉 這藝雕琴掉了 人類就很難翻本 很難翻回來 後面沒有補給了主要是 對…沒有補給 這邊 這邊巨頭是暴兵 即時暴出來山框是守住了 對真的差一點點了 兩邊都差一口氣 這邊剛剛運動挺大概掉了四台耶 對啊 而且我們看到槍兵針一小波一小波接上 這樣不斷的是被沛糖給點掉消耗 累積不起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人口出現 已經來到了大概四五十的落差 哇四五十人口落差 就是重組還有一千多的金礦 對不過還好這邊我們試礦是已經開了起來喔 這邊雙方經濟都很好 重組兩千五的收入 人類兩千四 重組兩千五的收入 那大概七八十農啊 差不多差不多 我剛剛也有看過大概是 喔現在九十二啦 九十二農啊 這要下第一次是不是 有可能不過我覺得有可能是按太多 九十二農這有點吃到自己的部隊補給欸 對差不多其實大概八十個就夠了 對九十也是有點多 不過待會也是可以下大量第一次啦 對對對還是有用的 還是有用的 對這邊戰線其實慢慢人 重組守住之後 戰線慢慢往人類加中一壓 不過這邊文莉納不放棄 持續想要做空了 這邊的鬼雷沒有抓到什麼東西喔 對哇 哇這個如果淹上去 文莉納部隊續不起來 可能會GG喔 哇這一隻 有一場人在空頭 對那這場空頭的 就一船啊 所以基本上 對威力還是覺得很夠啊 對一場一可能 這個就像剛剛阿爸所說 這打著打著 人類的部隊上真的是已經開始落後了 這波可能就 不知道守不守得住啊 嗯 這邊稍微燒到一些東西 不過家裡面兩邊 哇兩邊 這水真的蠻慘的 嗯 這邊先回就 先把家裡給穩住才行啊 對 這個拉扯當中 去鬥蛇爆兵能力其實還是相當優異的 對這邊重一點 不過其實兩邊消耗我們看到人口 其實都已經有 都已經掉下來了 唉唷這邊蟲族 對這邊蟲族死了四五隻農民 啊九隻農民 人類死了四五隻農民 嗯嗯嗯 不過還好這個蟲族死了錢 蟲族剛剛已經補到了 對啊 蟲族是可以接受啊 到反倒人類這邊 替他開始擔心了 唉唷 出了一個雷神 雷神 因為非常的太肆虐了 這是放肆無形 對 出個阿諾來解決 沒錯 用雷神來掩護自己的空殼 這個強法也相當不錯 對這邊 好雷神摸一下 哇你看這個雷神摸一下 對 有夠痛的 聰明喔 利用這個視野 地面部隊在下面 再載上來 不斷的來回做騷擾 不過主要還是在於 這個人類要趕快把自己的人口數補起來 好痛啊 再一番啊 我們這邊集結地面部隊硬包雷神 但是這邊損失很慘 這邊其實除足損失蠻慘重的 對 那個雷神很精髓啊 對 但是人類的警友部隊也是被吃掉 對 這個沒有錯 我們看到人口的落差是已經拉近 不對喔 是反超了 你們看到 反超 這邊人類就是強啊 各位玩人類就對了 玩人類就對了 出雷神就對了 現在就去買我們的新海針霸 沒有錯喔 我們一開始自由之翼玩的就是人類 後面的那個重組資料片你跳過啊 玩人類就對了 現在人類要 不是只第一場啊 所以 要贏兩場才有首勝 沒有錯 才有人類首勝 哇這個要點掉那個基地了嗎 沒有 還是被解決掉 所以還是剛剛這邊在解決雷神這邊 非常受到整個掉下來 是非常 哇贏了贏了 七六十打錯 第一句 恭喜 Marina拉下今天第一場比賽獲勝 我們看到Marina的表情其實也是相當的凝重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